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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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已经解封下 未来两市将持续互动交流 今年四月是友好交流协定的五周年 我希望我们双方都可以举办有纪念意义的特别活动 我十分期待这样的纪念活动可以更加坚定两市的友谊 不断地延续下去 我们希望基隆跟八代之间持续交流 不论是货运呢 邮轮等航线互通 在教育观光 融化 产业方面都能够相互合作 实现两市的共同发展 以及繁荣发挥加成的效果 我想在这个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们基隆市政府以及基隆市议会 都非常欢迎我们国际的观光客 尤其是我们八代市的这个中春博生市长 以及议长所率领的团队来参访基隆 那我们两个城市都有共同的特色 就是这个海港 海洋城市 然后我们共同都在发展邮轮产业 那疫情后这个时代 我想邮轮产业的这个发展非常重要 接下来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交流 包含这个观光 经济 文化 教育 我想可以多方的交流 让我们促进我们观光的发展以外 那现在我们刚好棒球经典赛也准备要开始 我们刚刚在支持的时候也帮双方一起加油 日本队跟台湾队一起加油 那我想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个日本的选手 那我想希望我们的这次的表现 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刚刚谢师长也讲过 今年是我们八代市的基隆市地坚友好交流 关系五周年 本市在考虑进化一个 两市市民能互相交流的今年特别活动 具体来讲 想举办这三年没举办的八代物产展 同时绘组一个大型八代市民团 访问基隆市 希望迎来五周年的今年 我们两市更促进市民之间的交流 使他们加深友谊 还有日本政府下个月会批准 迎接国际邮轮靠日本国内港口 我们期待着不久的未来 八代港会迎接从基隆港过来的国际邮轮 基隆市与八代市都是港口城市 积极发展邮轮观光 八代市市长欢迎台湾旅客 透过邮轮到当地旅游 市长谢国良也希望在观光 教育产业与文化各个层面 与八代市积极交流 带动基隆旅游观光与经济商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对现选举时 曾提出的染疫发一万元证件 建议可以在追加检预算时提出 市府表示对议员指导会虚心接受 这个也是非常多民众 引颈期盼的一个染疫慰问金 什么时候发放 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 基隆市议会民进党党团召开记者会 要求市长谢国良对现竞选承诺 发放染疫金一万元 我们知道疫情结束之后 就正好是发放染疫慰问金开始的时候 我们希望谢市府能够在这个时候 赶快对这一个政策来提出 他的一个对现的一个 这个具体的一个政策落实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要求 在疫情还在 还在 还没有完全离开 还没有受到解编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combing line还没有正式的 从我们机关署解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在这时候应该要立即来发放染疫慰问金 尤其在我们的四五月 也即将进行我们议会的追加检预算 我们希望谢市长提出你该有的诚意 针对这个染疫慰问金呢 其实对于确诊的民众来说 是一个生活跟工作影响以下 很好的一个福利跟补贴 但是我希望谢市长能够针对 染疫慰问金的一个裁员 以及未来的一个执行方向 做一个清楚的一个说明 你敢开出这样的支票 那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就有责任要为基隆市民 要求市长兑现这张支票 所以我们在议会要开会之前 我们就在这边大声的疾呼 要求谢市长 尽速的落实你选举的承诺 往事上苦人多 我们也希望谢国梁市长 能够尽速发放染疫慰问金 来让这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基隆人 能够尽快的得到这个补偿 我们的基隆市长选举当中 就反映了我们基隆市民 对于我们谢国梁市长的期待 那所以市民对市长政见 有所期待的时候 身为民意代表的我们 就要来帮民众来争取监督 兰疫慰问金发放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追溯两年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要要求 谢国梁市长尽早的来办理 这件事情落实他的证件 那个谢国梁提出了 kogoro跟防疫兰疫慰问金 这两个证件 如果没有实现 那基隆就可能成为全台的笑语 针对民进党团的诉求 基隆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强调 非常谢谢议员和民进党团的指导 市政府会虚心接受 非常谢谢议员及民进党团 对我们市府的指导 我们会虚心的接受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土耳其发生强症后 在震灾中死伤的民众 随着时间人数不断的增加 金融市议员张炳钧和林敏轩两人 都认为爱心无国界 张炳钧特别捐出市议员薪资 一个月所得约8万元 而林敏轩则是捐出3万元 直接透过卫福部震灾专户 捐赠这两笔善款 帮助土耳其灾民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随时紧钉电视 关心土耳其震灾之后 后续救援的情况 尤其是土耳其发生强症后 在震灾中死伤的民众 随着时间人数不断增加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和林敏轩 两个人都认为爱心无国界 张炳钧特别捐出市议员 一个月所得8万元 而林敏轩则是捐出3万元 直接到邮局透过卫福部震灾专户 捐赠这两笔善款 帮助土耳其灾民 那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提供一些爱心的物资 然后来去帮助这些因为地震 受灾的土耳其们 那是因为现在的物资已经停止在地区收放 所以平均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 愿意捐赠我自己一个月的薪水 8万块钱 来提供给我们林敏轩 土耳其因为地震受灾复的这些需要帮忙的民众 那也用这样子来作为抛砖努力的方式 来聊表自己的心意 更邀请各位更多的社会大众 一起来尽我们社会的责任 来去帮助到我们这些土耳其需要帮忙的人 土耳其地震发生至今 已造成超过2万人罹难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生命的无常 那不过我们包含我们台湾国家在内呢 那也有很多国家进入进行救援 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人性的这个可贵 那敏轩这边呢也提供了3万块的这个捐助的这个经费 那希望说可以加速这个土耳其的灾后的一个修复 那再次也希望说可以借此达到抛砖盈域的效果 希望更多的民众可以一起抗害健囊 那我们一起来为土耳其加油 张炳君和李敏轩都希望将心比心尽自己一份心力 抛砖引玉 发挥自己的爱心 帮助土耳其灾民早日站起来重建家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就是副议长杨秀玉接到学校和家长方面的反应 希望市府能够编列预算 在世属国中小厕所外设置公用卷筒卫生纸 建立友善校园 一群学童匆匆忙忙跑去上厕所 结果有人上完大号才发现没有卫生纸 这下子就很尴尬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就接到学校和家长方面的反应 这种情况在国中小学也经常发生在学生身上 因此建议由市政府方面可以评估 在世属各国中小学厕所外面 设置公用卷筒卫生纸建立友善校园 学校当然会希望我们学种都会带手帕 这些学童有不死自虚 不要说因为突然间很紧急的状态的时候 可能造成小朋友不方便的话 我是觉得这方面是不是要有成 让我们校园能够成为一个友善的校园 友善的城市 不过要如何教育学生善用公用卫生纸避免浪费呢 卫生纸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教育的话 学生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 就像我们在午餐礼或各方面的一个规则上 或者交通规则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去摸索 那如何让学生去了解说 我们的公务其实就跟我们自己家的东西一样 要爱惜 而不是所有的公务就当成要浪费的一个对象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学习 然后如何去教导小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透过初期的劝导 然后初期的去监督 然后最后会慢慢内化到他的一个生活习惯 然后养成他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跟品质 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副议长杨秀玉建议 包括公用卫生纸盒及卫生纸 都可以由市政府方面统一采购 安装在校园里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五年前大五轮溪的六二水灾 灾烟水造成了鸡精一路附近店家损失惨重 但上游支流的二号锡被定认为野锡 工业区五旬街三项一家工厂的后方 当时出现了边颇严重下滑 地主用帆布来覆盖 去年更早来的吊车将大石块堆叠锡中当护栏 却被周围的民众以阻挡溪流顺畅为主来投诉挨罚 市议员林佩祥邀及相关单位会刊 建议找专业技师研议短期的保护方案 工厂后方的边坡 五年前大五轮溪六二水灾 就出现土石严重滑落 现在虽然暂时用帆布给盖住 但地主担心大雨一来 溪水暴涨会发生第二次的冲刷 这一块你看 这一块因为前几年 差不多两年一点 前面再有做那个一个那个什么 蓝沙坝 就是五岭街以后 后来就是它玄街上来 就是有做蓝沙坝 我们前面这块蓝沙坝做起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水流就积得更高 积得更高就是说 两边的泥土更松软 我就怕有一天 如果继续再冲走螺石肉 是不是造成我们更大的一种危害 厂区内堆放大批的石块 去年地主找吊车 把大石块堆叠在西中当护栏 希望停止栽审 也用帆布盖住 但却照应检举 植一大石块会阻碍水路 政府接获检举依法开罚 要求地主把石块吊起来 本来它是说这样 他說水通來不會一直往我們這個這個這個牆壁沖砂 他撐下來之後就是有人反彈 這樣子水流會無損就對了 會妨礙到水流 所以我朋友又调车 把他调上来了 毕竟主要还是涉及到 水土保持的问题 因为他讲说要做护体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做护体 也不见得其他民众会同意 因为这个算其实 算蛮自然生态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这样讲 随时对面也有其他的民众 也都有在看着 下方边坡属于国有参与管辖 公务门资源无法介入 地主求助门 早上金融市议员林佩祥办理会刊 由于2号西被认定为是野稀 加上边坡护栏施作 有一定的工法 市议员林佩祥提出了建议 是一个很典型的三部管地带 也就是说 因为这边是被列为天然野稀 所以他们在防治水患的时候 没有把这边的规划放进去里面 所以就算地主有意愿 来去做护体的修缮 护案的修缮 但是也是很容易被其他人所检举 而因此会吃到罚单甚至官司 所以佩祥今天办这个会刊主要是想说 保护民众的权益 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会刊的结论是短期之间 我们会联络市府 请他们派专业的水保技师 来跟当地的地主沟通 怎么样在法规允许的状况之下 来去做护案的修缮工程 第二就是针对长期计划 佩祥也会鉴请市府跟中央机关单位 将这个所谓的野稀 把它判定成为 正式判定成为大五轮溪的支流 如果连肉眼可见的溪流 都把它认为是天然野稀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防水计划里面 有相当大的缺陷 而这样可能会导致未来 像是七八年前那一场 把大五轮曼当劳整个淹过去的水患 会再度发生 不希望再次看到六月水灾发生 市议员林佩祥说 将在市议会提案建议 市府做好防汛措施 来确保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训重 请分吝点赞 订阅 要先徆穿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雲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幸重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你来看一艘停在巴斗子渔港的近海渔船 14号晚间传出了火警 消防局出动了三个分队前往灌救 或是在半小时内控制 索性没有造成伤亡 熊熊火蛇不断地从船舱内窜出 消防队员拉起水线 全力灌救 巴斗子渔港岸边飘散浓浓黑烟 一艘停泊在巴斗子渔港的近海渔船 14号晚上9点 不明原因突然起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出动三个分队前往灌救 到达现场的时间大概是9点出头 我们接获到有民众报案 就是我们巴斗子渔港有传火的情况 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呢 就发现船舱已经全面燃烧 那我们确认现场没有人员受困 那我们也立刻进行抢救 索性火势在30分钟后受到控制 从港边监视器画面发现 船上冒出熊熊火光 随后就陷入火海 至于火警发生详细原因 仍有待调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 这次参与2023新北平溪天灯节 体验双主灯升空 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蒋万安 桃园市长张善政同台 谢国良表示这是非常好的体验 印象深刻 画面上这个新北平溪的 放天灯壮观场面 在现场感受确实令人震撼 基隆市长谢国良说 参与基北北陶四个市长 一起在平溪放天灯 真的有感动的体验 那天放天灯呢 其实很感动 那天的整个气氛啊 然后那个灯啊 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 把那个灯把它举起来 对那我自己也很感动 他也觉得这样的一个首都生活圈合作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可以帮基隆市民争取更多的福利 也期盼首都生活圈的一千万民众 未来资源共享 增加互动与共好 那我也看到我们四个县市直辖市的一个紧密合作 也已经即将开始 我们在现场除了四个首长跟我们负责文化 负责社会关怀 还有负责交通 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共识 这共识一跨县市一进行起来 感觉对于整个生活品质 通勤品质都能够有效提升 比如说未来我们每一个基隆市市民都可以在北北基陶 四个地方的博物馆都可以享有市民的待遇 那这样子对于很多要到外县市玩的基隆市民朋友 就很有帮助 所以我非常肯定而且很开心 四个县市的这个合作已经即将展开 那这一次的东道组是新北市侯市长 他们在整个平溪天灯的活动 我自己看了 我觉得办得相当的严谨 而且现场非常的热热 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一个活动 谢果良也强调 这个交流平台是由四个县市轮流举办 这次新北办得非常好 也希望等到基隆举办的时候 可以把最好的城市特色发挥出来 让更多人看见基隆的美好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近期寒流来袭 心血管疾病后发率高 导致用血量大增 内湖科技园区近30家园区企业 连续四年发起了内科千人捐血活动 台北市长蒋万安 不但出席参与 更以身作则 晚秀捐热血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产业发展局长陈俊安 与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及多位市议员共同击鼓下 迈入第八届的内科千人捐血活动 正式展开 园区近30家企业共享盛举 今年目标希望能达到3500代血 展现内科人捐血助人的精神 在过去的话我们从一部监血车到目前的29处的监血 所以从2月15号到17号 我们在内科总共有29处的地方可以监血 那我们这一次毕竟要捐募款募捐3500代的热血 来捐给台北监血中心 会打破去年的3000代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呼吁内科的好朋友 一定要利用这一次 2月15号到17号的时间 来拥育出来监血 脚完除了颁奖表扬参与奸血的各家企业 自己也玩起衣袖上奸血车奸血 希望号召更多人加入奸血行列 及时帮助需要帮助的民众 高兴捐了540亿的血 也响应我们廖全面理议上 我们翁述会荣誉理事长发起的全员捐血 我想我们就是抛砖引玉 希望更多的好朋友 在现在比较缺血的状况之下 踊跃出来捐血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我们一起来响应 针对内湖交通问题 台北市交通局规划汽机车减量 及道路效率优化两个改善面向 在设置智慧耗置部分 今年预估砸下3.57亿优先装设港前路等5大路段 台北市长蒋安表示 会要求提出效率报告 滚动式进行检讨 今天我们来到内科 虽然是一个公益的活动 响应千人捐血 但大家很关心内科交通的问题 我想我们跟翁理事长 廖理事长都有交换过意见 怎么样来为民众解决问题 现在是目前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昨天我们市政会议上 交通局特别来做了相关的报告 为正式财势 因为他们目前我们增设智慧耗置 的确对于交通舒缓有一定的成效 当然现在我们也希望针对主要几个路段 来增设智慧耗置 那我也提醒交通局 接下来我们在规划连续性预算的时候 我们第一年度也会要做相关的增设之后的效率报告 来了解增设的状况以及效果如何 做一些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才能将这些智慧耗置增设 发挥到最好的效率 七人节当天带着太太与两位孩子 前往赏灯的蒋万安 也再次呼吁国人把握时间 观赏台湾灯会 至于外界关注灯会带来的商业效益有多少 蒋万安表示根据店家回应 营收增加有两到三成 当天去的时候 我想跟在意的几个里长 还有店家交换过意见 他们其实在上个周末 感受到人潮都有来到我们灯会 特别也进到我们东区的巷弄 那对店家来讲 人潮就带来了商机 所以他们预估大概 这次灯会 他们的营收大概都有两到三成的增加 那当然我们希望说最后时间 大家把握最后这个阶段赶快来 希望这个营收能够再往上冲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终于可以记的任务咯 什么? 没有万贩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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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再夾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的我怕 没有WiFi 这里是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似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琪谈关心您